《静修节药,报恩谈》 《静途法门乃一成了意,三根仆背,横抄三界,锦灯似土,极圆极顿,之不可思议法门。 《荧光大师》所谓,究竟畅佛本怀之法也,高超一切禅、教、律,统设一切禅、教、律。 而其中之无量寿经者,乃净土法门之总纲,净土群经之首要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然,七存是五亿,插户扑具,并行者有变读为奸,担持挂仪之困。 是以宋朝王龙书,晚清魏莫申,皆由惠极本之作。 清代彭济清,则出节药本,以弘扬之。 西辞三本,皆由缺陷,畏族畏为善本。 代至民国,下连居老居士,发大怨心,重行汇集。 便参五亿三本,苦心孤亿十载。 忠诚,精荡,祥善之善本。 视为佛说,大圣,无量寿,庄严,清净,平等,绝经。 有福,悲心良身, 明末法敬业浅学, 未按小本堂义, 赴不诵净土大经。 由不明理,而致信愿未深, 难得真实受用。 随编辑经文, 赋以祖义, 呈敬修节药。 一名五念简客。 舍天亲菩萨, 礼,赞,愿,观,相,五念, 与美一拜, 用力少而收效红。 浅言之, 乃修净土大经之洁净, 入宝王三昧之金梁。 申言之, 时, 容净土五经一论于一边, 舍禅、教、敬、律、密、 要义而无疑。 取经用红, 避意行者, 功德殊胜, 探莫能穷。 黄念族老居士者, 联宫传人, 眉宫亲生, 受联宫嘱咐, 而助佛说大圣, 无量寿,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解。 广集中外经论祖训, 百九十余部, 以示大经。 便设禅、俏、 绿、密、深指, 以红净土, 妙拳奥义, 唱书悠玄, 决为净土大经善本之善主。 是乃静宗善中之善也。 父义渔医辖, 为众宣讲, 敬修解药, 禅法药于请客间, 法威严于笑谈中, 容显密于片于理, 解完货于庙域上, 是乃敬修药中之药也。 所传释者为其讲解, 敬修解药第三遍之录像, 名曰敬修解药报恩谈。 老人遵遵教诲, 铠切叮咛, 情神益智, 病人如暮春风, 如饮甘露。 今日流通之静修解药报恩谈, 各种视频音档版本, 皆有一定程度之善学, 难亏全貌。 有文, 录像母带不复可循, 随时较准诗句。 虽利有, 敬业同修, 将念工讲解内容, 记录编整, 并复印流通, 笔辩学修, 功德难凉。 然, 其余, 言语葱处处, 便以微细间, 仍难免理解书物, 未尽善知。 自由中华华藏, 静宗学会同修, 编辑六种音档, 整理相当完整之文稿。 附由北京静宗同修, 为鼠岸念工口音, 深系讲解义趣, 将静修解药报恩谈, 反复功灵八九十遍, 于模糊处, 甚至聆听上百遍, 以此制成精勤之功横, 修定华藏整理之文稿。 所愿者乃最大限度还原念工之本意, 结成静修解药报恩谈之善本, 以向大众, 并传后世, 其坚毅浊觉, 耐烦耐劳, 善愿善行, 成难能可贵也。 新建四边即将父子, 原略述其因缘始末, 以为之序, 聊至赞叹随喜之意焉。 公元2015年2月, 市尽空仅是于香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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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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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